接下來我們就要看 任意線端的傳輸線 任意線端的傳輸線 我們剛剛講過 你傳輸線它的線端 可能是段路 可能是短路 如果是純電阻的話 RL大於R20 或者RL小於R20 它的minimum和maximum 都是出現在零的位置 像我們剛剛看這個 你看 不是在這裡 最大就是在這裡 最小 這個也是一樣 最大字 最小字都出現在這個 Z prom等於零的地方 Z prom等於零的地方 如果你終端不是主角 也不是最大 也不是段路 也不是短路 那它這個 Z prom等於零的地方 不見得就是 電壓的最大值 或者電壓的最小值 也不見得是電流的最大值 跟電流的最小值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就像這個情形 你這是ZL 它也不是R 不是R 不是RL 那這個地方就不是最大 最大在這裡 最大 也不是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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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這個時候 電壓跟電流的值啊 最大值跟極小值 不會正好出現在終端 而是偏離終端 你看 最小偏這樣 最大我們取這個 它應該是偏到這一邊 這節將告訴我們 若得知偏向 偏離的方向 以及大小 你知道偏離 你看最小值是偏這一邊 最大值是偏這一邊 你知道它偏離的大方向 還有它的大小 就可以用來計算 終端主抗 就可以用來計算這個方向 好 那麼現在我們 就來看看怎麼算 如果令負載主抗 是等於這個 一般的哈 這是RL 這XL 並假設 線上的電壓主抗 就如這個圖上 就像這個樣子的 最大值 偏右邊 最大值 是多少 看它給我們多少 在負載Z等於0的地方 電壓 極非極大 一非極小 好 現在我們讓主波 繼續延伸一個距離 Lamna M 定壓會到達 極小值 讓主波繼續延伸一個距離 Lamna M 我們看看 這是Lamna M 它就到達一個最小值 這樣的話呢 定壓極小值的位置 應該將原來的負載主抗ZL 換成一段 LM長的傳速線 中止於一個純主抗 那就是說 如果曲線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這個就是電壓的最小值 電壓最小值 如果電壓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那它是RL 大於R0 這個狀況是RL 大於R0 那就等於說 好 我這條線 不是這麼長 它是等於原來這個長度 再加一段這個長度 然後呢 它的終端主抗 終端是一個主抗 這個主抗 這個主抗呢 它要比這個 這個R0 要比這個要大 極小值 極小值正好是倒過來 極小值 那麼其他的地方 並不會受這個影響 我們只是看極小值 極小值這個地方就是 RL 比R0小 比R0小 這是電壓 現在我們就來 看一看 我們從Z0 我們從Z0 等於0的地方 向 應該向右了 漏到一個右字 向右延伸LM長的傳輸線段 來看是 它的輸入電壓Zi 可以算出 是這個樣子 在這個地方 你在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往這裡看 延伸了一個這個 從這裡往這個地方看 它的輸入 就看 這個Z 輸入就看 是這個地方的輸入就看 往這邊看 R 假設它是Ri加上J Xi 馬上這個 這個值就是我們前面 得出來的四值 就是 阻抗 這個 終端為 電阻的這個四值 好 那現在RL RM 這個是 吳浩淳傳輸線 它是RM 這個也是RM 我們就有這個等式 等於這個等式 也就是這個等式等於這個等式 那這個等式呢 我們將來把這兩個 這個式子都畫成 你把所有的時數 擴伏在一起 再把所有的虛數也擴伏在一起 那時數部分等於時數部分 虛數部分等於虛數部分 就兩個方程式啊 那這裡頭有幾個位置數呢 一個就是RM 一個就是L 就可以解出來啊 就可以解出來 OK 好 現在我們 另外一種方法 剛剛是用解的 現在我們用實驗的方法來 量測 我們量測 這個珠波比 跟ZM 就是它最小值 距離終端的距離 是多少 尋求負載阻抗值的步驟 就是剛剛這個 這個是實驗的方法測出來的 還有 ZM PROMP就是 最小值 最小值 電壓最小值出現在什麼地方 這個位置我們可以看出來啊 我們來尋求負載阻抗 我們可以遵循這一套的步驟 S可以測出來 S可以測出來 那你就可以測出來它的 反射係數 負載的反射係數 OK 因為ZM 因為ZM 就是 電壓值最小的位置啊 它是出現在這個 這個是 就是說這個值要等它 因為這個時候啊 是ZM 它的 R L 小於R0 所以這個是等於負時數 就是這個 於是 令N等於0 我們就是 最初一個啊 就得 θγ 要等於這個搬過來 減掉π 這是它的 這是反射係數的大小 這一步是要求 反射係數的φ 大小跟face 大小跟face都求出來了 你就知道這個 反射係數 然後呢 由 v over i 去 Z' ZL ZL 是等於這個 兩個 筆子啊 那麼我們是要 當Z'等於0 的時候啊 它才是等於ZL Z Z Z是等於這個 IZ是這個 這是任意位置 電壓跟電流的比值 OK 這個比值就是等於 E加γ 這個 E減γ 這個 OK 前面這個就是 就R0 好 這個東西呢 這是一個 幅數啊 它要等於 時數部分 加上J的虛數部分 有上式 這個式子的式啊 我這個按錯 有這個式子 就是我們求L跟 Lm跟 Rm 因為ZL 這個時候 等於 Z' 你看 這個是Z' 我們看這個圖 Z'是0在這裡喔 Z'就是ZL 在那個地方的 負債主抗 它是等於這個東西 好 那麼這個ZL 就等於Zi 等於這一段的Zi 你看 這個ZL 在這一段是ZL 但是在這一段 看起來呢 是Zi OK 所以剛剛那個 是兩段合成 這個是 ZL 是這個 Zi是 我們增加了一段 Lm以後 再加一個電阻 是這個 所以這個子 跟這個子一樣 一樣 如果知道Vmaximum的距離 是這個 我們從地就可以解出 RI跟XI 這已經解完了 已經解完了 以下是說 我們剛剛是Vminimum 對不對 我們看的是Vminimum 如果 題目給你另外一個題目 你延伸出去以後 它是Vmaximum Vmaximum距離這個 Z'等於0的地方 是這麼多遠 那 以上的步驟怎麼辦呢 我們只要把這個換一換就好了 這個換一換就好了 這個換一換就好了 OK 其他都一模一樣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個 一個題目 中端電阻 是一個未知的 50歐姆 無耗損傳輸線 是未知的 是未知 中端是未知的 傳輸線呢 你看 它的50歐姆就是 它的特性主抗 它的鑄波比是3 相鄰兩個電壓極大值的距離是 20cm 它告訴我們第一極小值 電壓的極小值 距離負載是5cm 現在要求反射系數 負載主抗 C要是 輸入主抗 是負載主抗的值 輸入主抗就是負載主抗 那條線 要有多大的延長長度 還有它的中端電阻應該是什麼 我們先把它給我們的東西 給我們的資料寫出來 它說 兩個極大之間的距離 是20cm 是0.2cm 兩個極大之間的距離 就是2分之Lamina 所以Lamina呢 就等於0.4公尺 Z 小m 第一極小 第一極小 距離負載是5cm 我們就是用N等於0的時候 Zm等於這個 所以 這個時候我們也可以把Beta求出來 Beta Lamina知道了嗎 Beta 2pi over lamina 那就等於5pi的radius 這些都知道了 這些都知道了 我們求Gamma Gamma是等於 絕對值 乘上它的face部分 絕對值是什麼呢 我們就有這個式子 S-1 over S-1 S已經量出來了 0.5 這個好球 那現在我們要求 Theta Gamma Theta Gamma 它告訴我們的是 第一極小值 距離負載是5cm 那由這個極小值 第一極小值 這就是N等於0的時候 是這個 好 那麼 Theta Gamma 就等於 這個搬過來 等於 兩倍的Beta 這個帶進去 減到pi -0.5pi radius 所以 你就可以把這個face 反射係數的face求出來 face angle 於是反射係數 整個就是 這個字 這是A的部分 B的部分 負載主抗 ZL 這個我應該多寫一部 代表 R0 over S Over S Over S 才對 Over S 因為我們前面 說過 前面已經 證明過一個東西 就是當這個 負載主抗 這是V Minimum 對不對 V Minimum V Minimum V Minimum RL小於R0 我們前面有證明過這個東西 給各位看一下 就不會 就是在這裡 RL 這個時候是什麼 RL等於R0 over S 這個 這個大於它的話 RL等於R0乘S 這小於它的話 RL等於R0 over S 這個是這個 所以ZL等於R0 over S S是 1加γ over 1-γ 這就是S 你照這個算出來 等於這樣子 ZL 負載主抗 這是負載 它不是純電主 負載 好 延長線段的輸入主抗 我們可以寫成這樣子 然後呢 有延長線段的輸入主抗 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 是這個部分 那麼我們可以 從這個式子跟這個 相等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解除Rm 跟這個來 另外一個快速的方法就是說 Zm'加Lm 等於2分之Lamna 從剛剛那個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出來是這樣的 你看 Z這個 加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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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長度就是Zm 加上這個 等於2分之Lamna 2分之Lamna L小於R0的時候 從這裡我們就解得 Lm 要等於這個 減到Z' Zm' 就解出來了 然後呢 我們有Rm R0 over S 把S等於3帶進去 R050歐姆帶進去 就等於這個 這是很快 因為這個 這個很快就可以解出來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 傳輸線的電路 傳輸線電路 就是說 以後我們要解這個傳輸 給我們一段的傳輸線 我們要解這個 線路裡面的 一些 比如說 它的電壓值 電流值 某一個位置的電壓跟電流 你要怎麼去解它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呢 就用這個 你看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只局限於 負載 對於傳輸線的 輸入阻礦 電壓波 以及電流波 各種特性的影響 只負載對這些東西的影響 另外一端的發電機 就是破源 還沒有考慮到 那在中端位置 就是 Z等於L Z'等於0的地方 就是中端的位置 電壓VL跟IL 它要受邊界條件的限制 就是 VL VL B3 IL 要等於ZL 同理啊 在發電機那一端 就是 Z 等於0 Z'等於L 然後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也受邊界條件的限制 它也有邊界條件 那現在我們就看一段傳輸線 這個是它的發電機部分 發電機的部分 Z等於L 那麼我們現在看它的波 從這個地方傳出來到Z的位置 這個Z的位置就跟它這個 中端的位置啊 中端的位置在這裡 那就等於L 它整個傳是L L-Z 這個是當中的一個位置 從這邊算是Z 從這邊算是L-Z 我們現在可以把 線上面任意位置的電壓跟電流啊 用以下的量予以表示 電源參數是這個 傳輸線的參數 電源就是VG 跟ZG ZG就是它的內主抗 傳輸線的參數呢 就是γ Z0 還有線長是多少 還有它的負載主抗 我們可以用這些來表示 連這個 傳輸線端 不是 發電機端 我們都考慮進去了 好 現在我們看Z等於0的地方 Z等於0在這裡 它的邊界條件 Z等於0就是Z'等於L的地方 Z'等於L的地方 VI VI就是這個 這個電壓 要等於這個電壓 減到電流乘上這個 等於這個 I乘上這個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沒有問題 好 我們現在把以前的這個式子 以前 這是用這個 負載端來表示的 負載端的這些東西來表示 以前是這麼寫 那現在呢 我們把Z'等於L 就變成負載端 Z'等於L 就是負載端 把這個帶進去 那Z'就是L 這個Z'就變成L 這個Z'變成L 這個也是L 將以上兩個式子 帶入 我們剛剛說的這個 發電極端的電壓 發電極端的這個 科西科夫電壓頂 我們就得 這個是VI VI 這個很長 我們就不管它 這個不是一下子得出來 你可以把這個式子 帶到這裡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 前面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說 前面這一項 是等於這個 你看這裡頭有 這個我們還沒有做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負載端 不是 這是發電極端的 反射係數 要記得它的定義 ZG-ZL ZG-ZL 是電源端的反射係數 Gamma就是ZL-Z0 ZL-Z0 好 那我們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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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呢 帶到這個式子裡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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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因為 space的關係 我把這個二分之一 用這樣子來表示 這個式子 我們就得到 V Z'任何一個 位置的電壓 是等於這個值 這個我們就不去到達這個 很麻煩 花好多時間 然後這個就是把 Z'-L 換成Z 換成Z OK 所以這個式子裡頭 同時有兩個座標 一個是Z 一個是Z' 那I Z'也是一樣 原來是這個式子 把它帶進去這個式子 那現在我們把Z'-L 用Z來帶 就變成這樣子 好 現在我們呢 把這個式子展開 這個是這個式子把它展開 展開 展開以後 這是前面這個東西 這個是分子 這個是分母 然後這個 因為這是反射係數 反射係數都是比1要小很多 你兩次的反射係數乘起來更小 那這個呢也是比1小的東西 通常都 它是小於1 小於等於1的東西 因此這個呢 就比1要小很多了 所以我們可以用二相式定理 你把這個展開 把這個展開 展開以後 我們再把它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你看 這個提出來 這個提出來 然後這個 反射係數成這個 這個是這一項 這個是這一項 然後後面這個呢 就是 多了一個這一項 等等我們會講 這一項什麼 等等合併完了再講 這個 跟這一項 然後 然後 現在我們把這個 這個 跟這個 合併 你看看 合併以後啊 它就變成 這個是γmz 然後這個呢 變成γm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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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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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 xxx xxxx L寫到這裡來 Z prime 我看到是Z prime還是Z 沒關係 等等 我們再看這個就知道 現在這一項 就好像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這個好像是 第一項就是這個 一個 好像一個 amplitude 乘上這一項 那這一項就是什麼 它就是等於V1 plus的波 就是像第一次 剛剛從那個電源出來的波 像-Z 就是像Z的正方向傳播 像Z的正方向傳播 我們看這個圖好了 就是說從這裡出來的波 剛剛傳出來的波 從這裡往這一邊傳 好像就是無線傳一樣 它沒有反射波 就是朝這一邊傳 傳到這裡以後呢 它就開始要有 這意思就是 剛剛那段是在這裡 如果它繼續傳呢 傳到這個負載的地方 它就開始要反射回來了 反射回來了 你看 這一項就等於這個 乘上這個波 這個波 這個乘這個 就等於一個反射系數 本來的安倍就是這麼大 安倍就乘上這個 就等於它再乘一個反射系數 然後它是往哪裡傳呢 往Z-Prom 這就是往Z-Prom傳 這就是往Z-Prom的方向傳 沒有錯 這是Z-Prom Z-Prom 那意思就是說 你看它這個波 到這裡以後 它往這邊傳 這邊傳 到這裡以後 它是大小變了 要成一個反射系數 然後往這邊傳 這邊傳是什麼傳呢 往Z-Prom的正方向傳 負Z-Prom就往Z-Prom的正方向傳 然後 又到了一個邊界的時候 它又開始反射 又朝著這個Z的正方向傳 你看 傳到這裡 它繼續傳 傳到這裡 那就說 然後就換這條線 傳到這裡 又傳到這個地方來 它又往這邊傳 這個時候呢 就是V-Prom V-Prom V-Prom 然後再加上V-Prom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波啊 先朝這邊傳 然後 它負載 再傳回 反射回去 然後到這個發電機這一端 又反向這邊來 然後又反射 無限次的反射 但是 它一次比一次的反射 你看它的反射系數啊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所以它的波是這個樣子的 好 那麼我們前面 就是說V-Prom 其實是這個波 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呢 把它寫成V-M 就是 unproduce這麼大 往這邊傳 第二次呢 那就是 再來一個反射系數 反射 就是負載的反射系數 乘上這個 乘上這個 前面的這個 然後再 往Z-Prom的正方向傳 然後呢 這個 到了發電機 再傳回去 再反射回去 它又要成一個反射系數 所以它 一向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是這個樣子的 剛剛 這裡就已經 我們講的 已經把這一部分講完了 所以V-M 是最初發電機 傳送到 傳輸線的電壓波的政府 副政府 是結果 就是由簡單電路 就是從這裡到這裡 V-1Prom 就是向 這邊傳著波 現在我們就換到這一條線來了 繼續傳 在這個 之前 在這個 到達這裡之前呢 都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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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都是這個 OK 所以 它就好像 無線長的傳輸線中 傳播的一樣 就是說 這個V-1Prom 就是 它在這個地方傳 還沒有傳到這裡 它都是這個 這個字 好 V-1Prom V-1- 就是說 你到了這裡 V-1Prom 這個波 到達Z等於L的地方 到這個主康的時候 由於匹配 由於不匹配的關係 產生 負正伏 它產生的負正伏 它產生的負正伏就是 這個 成像這個 像負Z的方向 行進 Z是這個方向 負Z是這個方向 也就是 像正Z'的方向行進 這個呢 就是說 當這個波 到達這裡以後 再反射回去 反射回去 OK 因為 ZG不等於ZL 所以到達這裡的時候 有反射波 所以在這個時候的 政府呢 又再 再一次的 變小了 好 那這個是 我們傳輸線的方程 就像以上這種 兩端 反射來 反射去 一共反射 無限次的 這個 進 就無限的這個進行 將所有行進於 二方向的波 一重電源裡 相加後 就得到助波 可以由 這個B 就是 就是在這裡 B就是這一條線 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說明的 就是這個東西 實際上這alpha呢 剛剛那個 我們都沒有考慮到它的 衰減長數 沒有考慮到它 衰減長數 實際上它還有衰減長數 那這衰減長數 就是這個東西 alpha L alpha L 所以它每一次 傳播的時候 它都有的衰減 反射波 它都有的衰減 衰減當然跟你行進的長度有關 你看 如果你負載是匹配的時候 ZL等於Z0的時候 Gamma等於0 Gamma等於0的話呢 那就是說 我們前面這個 Gamma等於0 你看 這裡都有Gamma 以後通通等於0了 只有這一下 只有這一下 如果Gamma不等於0 它反射回來了 反射波 如果GammaG等於0 就是說 你ZG 就是你的Ru ZG等於ZL 等於Z0的話呢 GammaG等於0 那以後的這項通通都沒有了 所以這個時候它只有 第一次反射 從船 第一次入射 然後到反射 反射以後就沒有了 就這樣子 OK 如果這個GammaG不等於0 那它就反射來反射去 無窮多次 是這樣子的 底下我們就可以看一下這個立體 我們看一下這個立體好了 有100個MHz的發電機 指它的頻率 VG是等於這個 內電主是50歐姆 內主是純歐姆 純電主50歐姆 接到3.6米長 線端負載為這麼大的 無耗準傳輸線 它的特性主張是50歐姆 求離發電機Z遠處的電壓 輸入端電壓 與負載電壓 你這個知道的話 Z等於0就是輸入端電壓 Z等於L就是負載端電壓 線上電壓的駐波比 輸送到負載的平均功率 那我們先把已知的東西都寫下來 你看VG等於這個 VG它告訴我們 ZG是50歐姆 F是等於10的8之方克爾茲 R0是50歐姆 沒錯 Z0 ZL等於這個 那我們現在可以算它的β 因為β一定要用到 Omega over C 這個帶進來 然後我們把βL算出來 β乘上L3.6米 就等於2.4π radient 好 那我們現在看負載端的反射係數 第一個要求 離發電機Z遠處的電壓 我們先算這個 這是負載端的反射係數 ZL 這個一定要記住 然後把這個負載 畫成直角形 這個是用度表示 這個是用弧度表示 發電機端的反射係數 發電機端的反射係數 我們也算出來 ZG減掉 Z0 ZG加Z0 等於0 所以它這個呢 我們一看這個就知道 它有 第一次的入射線 第一次的反射 以後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 所以它只有V1 Plus 跟V1 Minus 這兩個坡 好 那現在我們要求的是 任意位置的電壓對不對 那就 帶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 我們也可以寫成這樣子 前面也有寫成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就比較方便了 這個 這個值有了 Z0有了 VG也有了 Z0 ZG 這個都有 這個有 然後這個 Exponential 負 Beta 2pi over L L就是3米 對不對 3.6 3.6 3.6 然後1加上 Gamma Gamma剛剛算出來了 Gamma是反射 是 負載的反射系數 是這個 然後呈上後面這一部分 2pi 2beta L 這個 把這個數字帶進去 然後你把這個東西算出來 這個算成5 然後這個 這個 沒有動 這個東西把它算一下 變成這樣子 然後呢 就變成這個值 加上這個值 以上的結果顯示 GammaG等於0的情況之下 VG它就沒有後面這一部分了 VG 僅由V1 prime 這就是V1 plus 這個就是V1 minus 就是這兩個 所合成 所合成 你看 我們把這個式子變成這樣子 然後這個 ZG是0 ZG是0的話呢 看看 ZG是0的話 這是0 這項就沒有了 那就是1 所以 這個就變成1加上 這個 Gamma這個 OK 是這樣子 整個都算進去了 這裡 如果你GammaG不是0的話 這裡有無窮多項 好 第二個 輸入端的電壓 我們就把剛剛這個 Z等於0帶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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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這個值 這個是直角形 這個是極坐標形 負載的電壓就是 Z等於3.6公尺 帶進去 帶進去 像這個題目 你看我們講的是很快 你算起來 又要用直角形 又要算到這個 算到這個 極坐標形 還有它的 分數 分子分母都是虛數 都是負數 你又要去把它算出來 相當的麻煩 相當麻煩 鑄波比 鑄波比 那它就是等於 1加γ over 1-γ 就是由反射 由這個 負載那裡反射的 反射係數來算 2.62 傳送到負載的平均功率 我們用這個式子 這個我們以前算過了 就是2分之1 VL乘的IL 我們就把這個 代進去 就等於 0.2瓦特 如果負載為匹配的話呢 VL等於Z0的話呢 γ等於0 於是VL 就等於VI 就都一樣 都相等了 就等於這個字 等於5個 不得 就說 匹配的話呢 所有位置的電壓都一樣 所有位置的這個 除抗都一樣 匹配的時候有最大的功率 匹配的時候 這個是 匹配的時候 URL等於R0 把它帶進去 它是最大指示 0.25 以上就是介紹 我們書上告訴我們的 你要解傳輸線的方式 任何位置的電壓 你就是用這個式子 用這個 電流也是一樣 電流呢 這有沒有寫出來 電流 電壓是這個 電流就是這個 那你要算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先算什麼東西呢 γ γ 還要算這個 γZ是等於多少 然後 VG這個也要先算 我相當麻煩 相當麻煩 我們除了這個之外 我另外加了一個 加了一個 就是多段傳輸線的電路 我沒有好幾段傳輸線 這個就是 以前我們講的電磁波 我們現在就是傳輸線 好幾段的傳輸線 這個可以用以前的這個方法 來做 所以以後我們解電路呢 我會找一個題目 用書上告訴你這個方法 然後用多段傳輸線的方法 告訴你怎麼做 然後以後我們在做別的題目的時候 那就是隨機 用什麼方便 我們就用什麼方便 多介紹幾種方法給各位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就從 多段傳輸線電路開始講 從這裡開始講 OK 我們到這次開始 怎麼做的 我們想要再次講 我們再次講